国道3号金船连接车追撞翻覆意外 清晨两台连接车在国道3号北上新竹关系路段发生了碰撞 其中一台翻越护栏之后掉落高架桥 另外一台则是车头跟车身分离 车头摔落国道边坡还波及高架桥下两台自小客车 而当下后方一台大货车闪避不及 自撞内侧护栏之后也当场翻覆 连接车车身卡在国道护栏上 分离的车头摔落边坡 另一台连接车更直接摔下国道车头变形 驾驶卡在座位上神情痛苦 紧销道场出动破坏器材救援 10号清晨5点多 在国道3号北上89公里处 两台连接车发生碰撞 其中一辆整台摔下高架桥 48岁黄姓驾驶头部受伤胸骨骨折 另外一辆车身车头分离 车头同样冲出路面摔落边坡 36岁蔡姓驾驶身上多处轻微擦挫伤 后方还有一台大货车闪避不及 自撞护栏后翻覆 索性驾驶没有大碍 初步判断意识是清楚啦 那左脚卡在驾驶座 那赶快先用那个紧圈 上紧圈及简单的一些包扎 两台连接车翻落桥面时 还撞断电线杆 连通掉落的轮胎 又砸中高架桥下方的两台自小客车 清晨巨大的翻覆声响 吓坏附近民众 郭岛警方紧急封闭路段 清扫路面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徐志鲜新竹报导 厉拼年底完工的台北大巨弹 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 7号上午怪兽吊挂钢筋 疑似没有固定完全 导致钢筋在高空中突然砸落 不止施工栅栏几乎全毁 钢筋还掉落到路面上 幸好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不过离谱的是 远雄和台北市政府 竟然毫不知情 厂商不但没有向上报告 也疑似没有制作施工日志 以及安全日志 市府目前已经要求远雄 立即停止现场施工 全面彻查 台北大巨弹外 怪手吊挂着钢筋缓缓移动 但这钢筋没有固定完全 随着摆荡不断旋转 果然没几秒钟意外发生了 至少好几百公斤重的钢筋 从三公尺的高处掉落 施工忽然像是纸片般被压垮 但离谱的是 施工厂商事后 竟然试图隐瞒 没有依照规定上报 似乎是包括远雄 好像都并不是很知道 有发生这件事情 发生事情一问三不知 然后呢 这个工人他们或许 也不见得有向上承报 钢筋掉落意外 发生在七号上午 地点在台北大巨弹 光复南路这一侧 而施工厂商进行车型 地下道工程时 没有固定好钢筋 下上一条吊挂缆 突然断裂 才会导致钢筋掉落 但厂商没有告知市府和远雄 事后一查连当周的安全日志 和施工日志 他们也都没有制作 显然有严重疏失 而市府已经勒令 现场暂时停工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看当下好像 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件事情 他们就会觉得 那没关系 装没事 这些东西是可以预防 然后可以有 加强安全作为的遗地 所以我们特别要求 他说今天先暂停施工 然后我们会前面去检查 元凶事后也发表声明说 公安意外 造成市民安全疑虑 他们诚恳致歉 也会后续检讨究责 这次严重疏失 确定靠民众的行车 记录器揭发 也让年底力拼完工的 台北大巨蛋争议事件 再多一件 记者成长胡卫伦被报导 已婚的民进党立委 王定宇和民进党发言人 严若芳被周刊爆出 同居宜云 现在传出背后 可能和民进党内派系 斗争有关 因为王定宇所属的永延会 也就是俗称的海派 去年成立了七人决策小组 王定宇担任召集人 严若芳也是成员之一 现在两人双双中介 牵动2022年台南市长 选战的布局 王定宇挑战 黄伟哲连任的机会 也产生变数 虽然王定宇和严若芳 昨天口径一致 称两个人只是房东 与房客的关系 但是周刊今天再爆出 跟拍五个月的一系列照片 认为两人的关系 非比寻常 严若芳踏出家门 王定宇后脚跟上 当天晚上 两人也是一起回家 周刊释出更多照片 直击从去年11月开始 严若芳就频繁进出 与王定宇爆出同居的住处 11月每周三天 就连王定宇太太生日 当晚都跟严若芳共处一室 12月一周更高达五天 到今年3月 王定宇生日当天 也都住在这次数之多 明显跟两人说辞有出入 现在还有消息传出 非文会曝光 暗藏阴谋论 这位是台北市议员 严若芳 王定宇所属的海派永言会 去年成立决策小组 亲自担任召集人 吸收泄系人马 严若芳也在其中 地方势力庞大 但这回决策中书 双双落马 也让王定宇 交出2022台南市长 出现变数 这个会不会太像大家 就是会这个自动脑补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 就怕萤火上升 党内同志各个低调再低调 不过桃色风暴 也让国民党找到机会猛攻 大算南斗市台北市的高房价 才会让唐唐立委 只租得起每月8000元的分租套房吗 市长柯文哲 唐这也中敲 民党立委发言人 卷入同居宜云 党内党外都有话题 接下来综合报道 台湾首批11.7万计 牛津AZ疫苗 在3号抵台之后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外界好奇到底什么时候 能完成检验 开始接种疫苗呢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因为是第一批进来 所以在检验上要严格一些 力拼在一个礼拜后开打 至于被列在 第一优先顺序的医护人员 是否愿意施打AZ疫苗 陈时中回应 上周有跟3000多位的 医护人员开会 目前有7成人员愿意施打 不担心聚打潮 在下周三有没有机会 当我们说有没有机会 当然是有机会 首批AZ疫苗抵台 最近已经一周过去 有没有办法 在接下来7天内开打 指挥官陈时中 亲身笑了笑 直说都有机会 没有什么力拼 检验完毕 时序安排完成 就可以开始 因为目前也没有 特别的疫情 那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来 五官拿到的 11.7万计的AZ疫苗 绝大部分都还在仓库保存 几少部分则是被带到食药署 做取样抽验 接受六项国际通用检验 包含外观 鉴别 酸碱度PH值 细菌内毒素等检验 以及五国要求加验的异常毒性 目前情况都还算顺利 只是根据法国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AZ疫苗的使用率只有少少的百分之二十四 还有离癌患者一听到要打AZ疫苗 立刻拒绝接种 五国则是把医事人员作为优先施打的第一顺位 施打医院备受关注 就帮人家打疫苗的医院 那当然好像说被打的应典的医院 也询问大家施打的医院 那看起来有七成以上 配什么疫苗呢 我们感动就会发射来 那我们通常就就会去打 不过这个每个人要不要打 是每个人自己会去做决定的 那他要考虑自己的风险 生肖城市中否认医护有巨打潮 感染科专家态度则是比较谨慎 低线医护到底要不要选择AZ疫苗 还是要自己评估 防疫期间进出捷运站规定 要全程戴口罩 但是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英女子她不止在捷运站内 没有把口罩戴好 还在月台吃水果 民众气得把影片po上网 说捷运站内禁止饮食 防疫期间全程戴口罩 这不是常识吗 直说太夸张了 而北街事后接获民众检举 已经针对影片积极的找人 不过因为戴口罩的部分 是劝导不听才会开罚 有可能只能针对饮食的部分 开罚最重7500元 长发女子手里拿着水果 接着用叉子一口一口 慢慢放进嘴里 不过仔细一看 她站的地点是台北捷运月台 民众气氛把影片po网 直说自己第一次看到 这么大摇大摆在捷运内吃东西 尤其现在防疫期间已规定 还必须全程戴口罩 她是台湾人吗 像有在搭捷运 应该会知道捷运上不能饮食 蛮夸张的 我自己觉得 因为把捷运不是说不能吃东西吗 因为这样是防疫期间 根本就没有人应该把口罩拿下来 这挑战极限 民众直呼太夸张 有网友留言 就算不知道捷运不能饮食 防疫期间也要戴上口罩 也说不知道 根本明知不犯相当不可取 有人换假说 他可能是外国人 更有人歪楼说 颜值对了 什么都没错 只能说是水准问题 对此被解表示 事后有接获民众检举 目前已经根据影片 积极派人调查 目前中央及市府的防疫政策 民众进入捷运场站 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如今劝了不听才会开罚 但是影片中的违规影视 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 我们会查证后 依据这个违规事项进行裁罚 也就是说针对女子 捷运车站内饮食 根据大众捷运法 违规确实可处 1500到7500元以下罚还 但没有戴口罩的部分 依法要劝导不听才会开罚 事发当下因为没被通报 没劝导开罚有难度 女子搭捷运 无法抵挡水果的诱惑 被拍下的这几秒 荷包势必会缩水 记者邱玉婷 干日地台北采访报道